哎呦 我大姐 我大姐怀孕了 哎 哎 哎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不高兴啊 心情很复杂 怎么啦 大姐怀孕了是好事啊 你干嘛那么不高兴 不是 我们没做好要孩子的准备啊 我们没要孩子啊 再说我们一直采取的措施呢 哎呦 他还没做准备 你没做准备 你没做准备 你 你大女士都怀上了 我跟我媳妇都准备了六年了 我什么都没怀上啊 哎呦 我明白了 还还还 我们家孩子奔跑在路上 那是跑丢了 跑你们家去了 哎 一生一窝 我就琢磨呀 我属猴子呀 怎么可能一生一窝呢 我想起来了 我大姐夫他属耗子的 你也生一窝啊 淑峰啊 我明白了 啊 中药起作用了 这中药劲儿太大了 我觉得也是 我吐出来 你吐出来 你管我孩子 往回头我再给你 你管我孩子 往回头我再给你 你怎么喝我的中药啊你 尝尝啥呢 我还没进屋我就听着你俩在这儿 孩子孩子 谁家孩子丢了 媳妇 咱家孩子丢了 咱家孩子奔跑在来咱们家的路上 半道上大姐夫给劫走了 啥玩意了 七八糟子 他姐夫吃饭萌萌了 好好好 吃饭吃饭 哎呀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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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吃啊 咋去了 没吃药啊 吃了 他今天刚吃完 那喝的是汤药啊 还是喝的强药啊 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 你大姐 大美丽人家又怀孕了 啊 哎 等会儿 这就怎么说话呢 你大姐怀孕了 这怎么还成了悲痛的消息呢 啊 大姐呢 哎呀 你看看大姐 你看人家那大脸盘子 大身段 那就是当妈的脸 哎呀 不像有些人 光打名不下蛋呢 啥意思呢 你在那边啊 我这一进屋你就一进一进 跟谁俩呢 我说我自己呢 我说呀 我没长一个当爹的脸 是啊 你是没长一张当爹的脸呢 你长得跟孙子似的 谁跟你争呢 哎 哎 我哎 怎么的 我说你 你还冤枉了你 啊 你看人家大姐大姐夫 结婚不到一年 人家妞妞就出城了 你现在 闭嘴吧 人家现在 你闭嘴吧 你不就是因为没寒 你心里不舒服吗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跟你没关系吗 你跟大姐是一个妈生的 亲姐俩 怎么的 人家那块地 怎么这么肥肥 你那块地 严检地啊 说谁严检地呢 说谁 起来大姐夫 我告诉你 钱志芬 我二五里去医院检查过了 我没毛病啊 对对对对 我让你钱志芬你检查 你检查了吗 我也没问题 我大老爷们儿优良的品种 谁给你定的优良品种啊 啊 膀怎么那么大呢 就你长的小土豆秧子是 你自以为自我生乎习惯啊 哎呦 我能不能生乎习惯 你能不能到啊你 你别说话了 顺风 二米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别生气啊 顺风啊 人家二米说的是有道理的 你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嘛 对不对 你是得检查检查 对不对 万一你那个样子要是不新鲜呢 就是 全家人都刺激我是不是 我检查什么呀 我检查 我没问题 没问题你喝药 我喝什么药 我喝药 药不都让你喝了吗 大姐夫 我没想喝 他不喝 我怕浪费了 喝你喊 看见了 这就是疗效 我妈我爸花那么多钱 给你买的汤料 你都让大姐夫喝了 你真行啊 钱顺风 我告诉你 就趁你这处 咱俩在辈子都不想还上孩子 你就学着去吧你 你这事能赖我呀 二米 你别说气啊 你还赖我 你别说话了 顺风 你干什么呀 你是顺风 你怎么了你这是 什么事都赖我 不是 你别说话了 行不行 你哪用这么跟他说话的呀 太不像话了你